接下来我们看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这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要清楚什么可以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在审计报告当中沟通 以及怎么来沟通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概述 首先什么是关键审计事项啊 关键审计事项是指注册快诗 根据职业判断 它是我们的职业判断 我们认为对当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最为重要的事项 而且呢关键审计事项是从我们注册会计师 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中选取出来的 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和治理层沟通的事儿 就应该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鸡毛蒜皮的我们也不会跟治理层沟通 是不是啊 然后在治理和治理层沟通的事项当中 我们会选出来层层选出来 最终确定为对于我们审计来讲 这次报表审计来讲是最为重要的事项 那我们为了增加我们审计报告的信息量 在审计报告当中来沟通这个事项 所以什么是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就是最为重要的 那我们第二个在审计报告中沟通 关键审计事项它的适用范围 它的适用范围 它不是所有的报表审计都会用的 那我们这个适用于什么 对上市实体 也就是说被审单位一定是上市实体 整套报表通用目的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时候 才适用这个关键审计事项 在审计报告当中才会有关键审计事项这一部分 以及注册会师决定或委托方要求 在审计报告当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的其他情形 那就一个就必须要有的 就是针对上市实体通用目的的整套报表审计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有这一块 其他的加关键审计事项的话 那就是什么 比如说委托人要求 你给我那审计报告当中要有关键审计事项 你要把关键审计事项给我描述上 那这时候那我们就会有 这是大家的明确 如果法律法规要求注册会师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的 这个相应的这个审计准则就适用 只要法律法规要求沟通 那我就得运用这个准则来 接下来我们概述当中的第三个问题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大家要注意他不能代替的不能代替下列事项 换句话说注意事项了 在这里面第一管理层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在财务报表中做出什么 应该在报表中做出披露 或者为使财务报表实现公允反应而做出的披露 也就是说被审单位需要在报表当中 以付诸的形式做出披露的 不能够以关键审计事项来代替 那是你的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关键审计事项 我在审计报告当中说 还是我的审计的问题啊 是不是啊 所以关键审计事项不能代替被审单位 财务报表的付诸财务报表的披露 是不是啊 第二个根据审计业务的具体情况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也就是说我审完了以后 最终我确定出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比如说我要对报表发表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那这时候你不能够说我把什么呀 我就不出保留意见了 我把要出保留的这个事 在关键审计事项里面说 那也不行 是不是啊 像你管理层应该在报表付诸中披露的 你不披露 我们注册快试 我在审计报告当中 关键审计事项说 这不行 那你我应该在 作为我注册快试 我需要出非无保留意见 我要出保留意见 在意见段里头说的 在意见部分 审计意见部分里头说的 你不能够 我就审计意见 我还出无保留 然后我把这个事 我在关键审计事项里面说 不行 这也不行 第三个 对被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的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应按照持续经营审计准则来处理 大家都知道 持续经营审计准则 我们这要求的是什么 就这种存在着 对持续经营构成 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时候 我们应该在审计报告当中 以什么 以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 把这个事在这一部分当中去说 就单独作为一个部分 而不是作为关键审计事项来说 实际上持续经营的 这个重大不确定性的这个问题 他的这个情况 应该说他的条件是符合关键审计事项 就他的重要程度能够达到这个关键审计事项的程度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持续经营的单独部分 那就在持续经营这一部分说 而不是在关键审计事项这里面来说 这是大家呢就明确了 我们关键审计事项这一部分 我们首先呢 给大家呢概述它的含义 它的适用范围 它不能替代的事项 是不是啊 下面第二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确定关键审计事项的决策框架 我们关键审计事项是注册快失的职业判断呀 所以我们如何来决策出来 如何判断出来 因为我和治理层沟通的事项很多 那么多事项当中哪个是关键审计事项啊 或者哪些是关键审计事项啊 所以大家呢可以看到我们什么 我们的起点是以什么 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作为起点啊 作为起点 从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当中 我们确定或者我们选择出来 或者确定出来 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因为我和治理层沟通的很多事项 那这里面有我重点关注的 是不是啊 那这个确定重点关注 我确定下来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然后我再从重点关注过的事项中 再去确定什么 最为重要的事项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所以大家就是那我们审计过程当中 遇到的事项很多 然后我先过一遍筛子 那这个稍微比较重要一些的 和什么和治理层按照规定 按照与治理层沟通的准则 我和治理层沟通 是不是啊 那这个呢 这个就过出来 再和治理层沟通 作为我们关键审计事项的起点 我过一次筛子 过一个稍微细点的筛子 筛出来什么 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重点关注过的 那然后我再怎么样 从这里面再筛一次 我最后筛选出来什么 最为重要的 所以一层一层的筛 是不是啊 所以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是我们这个确定 关键审计事项的 这么一个决策框架 那具体来讲呢 第一 以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 为起点 选择关键审计事项 第二 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中 确定 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那具备什么条件 或者具有哪些特征的事项 我们往往作为 重点关注过的呢 这里面 大家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 我们就具体关注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注册块师重点关注过的领域 或通常与财务报表中 复杂的 重大的管理层 判断领域相关 所以 那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 通常与什么 财务报表审计中 在与财务报表当中 复杂重大的 复杂的重大的管理层 判断领域相关 那这比如说 会计估计的问题 是不是啊 涉及到会计估计 那这个会计政策的选择呀 等等 那这些往往就是什么 和管理层的什么 判断领域相关 是不是啊 因而通常涉及什么困难 或复杂的什么职业判断 所以这个往往重点关注的 肯定是比较复杂的 涉及到的判断比较高的 是不是啊 涉及到职业判断比较高的 就主观程度比较高的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注意 注册会师在确定哪些事项 属于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重点关注过的事项时 需要特别考虑下列方面 第一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较高的领域 或识别出的特别风险的领域 有特别风险的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会计估计 我就会考虑 我识别出的会计估计的 重大错报风险 它是否为特别风险 我就考虑 是不是啊 尤其是它不确定性比 程度比较高的时候 复杂程度比较高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认为 它的这个管理层偏向的 这种敏感性比较高 就更容易有什么特别风险 对不对啊 所以大家看和我们那个什么复杂的管理层职业判断的 这不就相相符啊 是不是啊 第二个 与财务报表中涉及重大管理层判断领域相关的重大审计判断 第三 本期重大交易或事项对审计的影响 特别是什么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交易 往往我就考虑这些 我都是考虑可能有特别风险 涉及管理层 涉及重大管理层判断领域 往往也容易怎么样啊 那它的不确定性比较高 复杂程度比较高 主观程度比较高 往往固有风险也高 我也会考虑也容易有特别风险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重大错报风险比较高的领域 特别风险的领域 是不是啊 那这种什么涉及职业判断的 重大的交易事项的 往往都是容易有特别风险的领域 我们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当中 我们确定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往往是和这个特别风险领域相关的 是不是啊 所以什么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较高领域啊 什么有重大的管理层的判断啊 重大交易啊 是不是啊 等等 接下来我们从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重点关注过的事项当中 我再确定哪些事项对本期报表审计最为重要 从我重点关注过的事项当中 我们再筛出来最为重要的事项 从而构成关键审计事项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往往这种怎么样啊 你想我和治理层就沟通 然后我重点关注 然后又最为重要 所以往往这类事项是我们和治理层多次进行过沟通的 所以注册会计师可能已就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 与治理层进行了较多的沟通 就已经沟通的比较多 是不是啊 就这些事项与治理层进行沟通的性质范围 通常能够表明哪些事项对审计而言最为重要 所以一般来讲最为重要的 往往就是我在审计过程当中重点关注的 多次反复的和治理层沟通的 所以在确定某一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的相对重要程度 以及该事项是否构成关键审计事项时 可能相关的考虑因素有哪些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考虑的因素 在这儿呢 教材当中452页 一共7个方面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 如果出客观题你应该会选 是不是啊 所以要看一看弄明白 这都不用去背 不用去背 因为我们关键审计事项 这个在这儿出客观题 这种死机应背客观题的几率 没有那么特别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 第一该事项对预期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程度 尤其是对财务报表的重要性 那就是这个关键审计事项啊 一定是我们估计到或我们预期到这个报表的使用者 在阅读报表的时候 这个事对报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重要程度非常高的 他对报表影响大 重要程度高 所以那当然了 我们就得怎么样啊 因为我为什么要在审计报告当中 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呢 就是要增加我们审计报告的信息量 让报告的阅读者更多的来了解被审单位 以便帮助他能够更好的做出他的经济决策 所以那我鸡猫算皮的 我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说说了半天对人家没意义 是不是啊 所以肯定这些应该是对我所说的 一定是报表使用者非常什么 非常在意的 对他这个特别有影响的 这是一个 第二 与该事项相关的会计政策的性质 或者与同行业其他实体相比 管理层在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时 涉及的复杂程度和主观程度 那这个被审单位会计政策在选择的时候 那同行业的其他实体相比 他去选择了一个什么 主观程度复杂程度更高的那种会计政策 所以那我们就得注意了 第三 从定性和定量方面考虑 该事项相关的 由于舞弊和错误导致的 已更正错报和累计未更正错报的性质和重要程度 那我们就要考虑他的什么 这事项相关的错误和舞弊 他带来的这种影响 这点呢 这是我们 第四 为应对该事项 所需要付出的审计努力的性质和程度 如果我们付出的努力 就我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付出做更多的程序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当然也可能也会 也有可能我们会把它作为关键审计实项 第五 在实施审计程序 评价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 获取相关和可靠的审计证据 以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时 注册快师遇到的什么 困难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尤其是当注册快师判断变得更加主观的时候 主观程度越高 复杂程度越高 职业判断程度越高 涉及到的判断啊 主观性啊 非常高 那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比较严重嘛 是不是啊 我们需要付出的努力越多 往往这些是我们容易给它判断为 关键审计实项的 第六 识别出的与该事项相关的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 那这个这个事项 对应的相关的内部控制 我识别出来了 它有重大缺陷 那往往这个事项我们可能也会考虑把它作为关键审计实项 就作为最为重要的事项 是不是啊 第七 该事项是否涉及数项可区分但又相互关联的审计考虑 就是相关联的一堆 相关联的好几个 那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可区分但是它有机的关联在一起 一容即容一损即损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怎么样啊 也就说我单独看可能没问题合在一起可能就不好说了 对不对啊 所以这是我们在考虑这个我们重点关注过的事项当中确定最为重要的事项的时候 那我会考虑这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的因素 那我们在这儿呢 大家就要注意了 这个第一个从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中 确定哪些事项以及多少事项对本期财务报道审计最为重要属于职业判断的问题 这是我们注册快师的职业判断 第二最为重要的事项并不意味着只有一项 那可能是多项 两项三项四项 是不是啊 但是绝对不会特别多 是不是啊 你要这也是关键审计事项 那也是最为重要的 那你这最为太容易了 是不是啊 等到那你这审计报告 因为每一个关键审计事项 你都要单一进行描述 你那个审计报告一出来 好近 跟篇论文似的 是不是啊 那个就不合适了 所以那我们接下来第三 最初确定的关键审计事项的事项越多 比如说一开始我确定了六项 那可能最后我没准就在审计报告当中写两项写三项 甚至可能就写一项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越需要重新考虑每一事项是否符合关键审计事项的定义 那可能就是我筛选的还不够 我还应该再筛选筛选 这因为你写的太多了 人家 大家想想报告的阅读者都觉得费劲了 所以那我们关键审计事项并不意味的是一项 可能是两项甚至三项 但是绝对 我没说就最多不能超过几项 没有这种限制 但是绝对不能太多 你确定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多 你就得考虑你这些所确定的关键审计事项当中 是否确实都符合关键审计事项的定义 是不是都是最为重要的 接下来 那我们就看一下第三个大问题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那我们如何在报告当中来沟通关键审计 就是在报告当中怎么来做 怎么来处理 第一在审计报告中单设 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那就一定要让报告的阅读者 一眼能看到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 注册会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单设一部分 以什么 关键审计事项为标题 直接就是关键审计事项 一写那这个标题 是不是啊 报告的阅读者一看到这个标题 他就知道 下边写的就可是关键审计事项了 是不是啊 然后并在该部分使用恰当的 子标题 逐项描述 关键审计事项 那也就说 我们在这个关键审计事项 这个大标题下 可能还会有子标题 是不是啊 比如说那这个 我们这个 会计政策的选择 然后资产减值 收入确认 对不对啊 那你这个 这个你所确定的 每一个关键审计事项 一个关键审计事项 一个子标题 所以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呢 的引言 应当同时说明下列事项 也就是我们在关键审计事项这个标题下面先一个引言段 然后一个子标题 一个关键审计事项的逐一去描述 那我们看看在引言段我们要说啥呀 第一 关键审计事项是注册快师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 明确的说这就是我们注册快师判断的最为重要的 是不是啊 第二 关键审计事项的应对是以什么啊 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的 我不是单独对这一个事项 所以注册快师对财务报表整体形成审计意见 而不对关键审计事项单独发表意见 我发表的审计意见是对报表整体的 不是对这关键审计事项的 所以就是让这个审计报告的阅读者 你得知道什么是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不要误解了 是不是啊 那在这呢 我们就具体的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就具体看一下 关键审计事项我们这引言段怎么来写 大家呢可以仍然翻回来 在我们刚才这个447页 啊447页 我们看那个19-1的这个审计报告的范例当中 我们就可以447页倒数1 就是靠下就比较偏下了括号大三 关键审计事项看到吧 然后接着关键审计事项这引言段怎么说的呢 关键审计事项是根据我们的职业判断 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 这些事项是在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并形成审计意见的背景下进行处理的 我们不对这些事项提供单独的意见 这就是我们引言段 是不是啊 我们引言段 所以引言段这两方面的内容 我们以这么两行办 是不是啊 两行一拐弯就给大家明确了 那我们接下来在这点呢 大家还要注意 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可能导致对被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 这种不确定的事项 虽然它符合关键审计事项的定义 但这些事项在审计报告当中是什么 专门的部分来进行披露 不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披露 非无保留意见是在意见段当中说的 那这个持续经营是单独以持续经营为标题来说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关键审计事项如何来描述 就是引言段完了 那我们就下面就一个关键审计事项一个指标题 所以我们看描述单一关键审计事项 那就一项一项的描述呗 为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注册快师确定的关键审计事项 注册快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逐项描述每一关键审计事项 并分别所引致财务报表相关的披露 如果有的话 这个关键审计事项的这个在被审单位报表的相关报表辅助当中是有的 我必须要在我们的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当中 我得告诉这个我得写指明报表辅助多少所述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写的再怎么写 可能也不如被审单位在报表辅助中披露的更为详尽 这样呢 以使预期使用者能够进一步了解 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如何应对这些事项 在描述时注册快诗应当同时说明下列内容 那我们逐一描述具体的关键审计事项需要描述哪些内容呢 第一 该事项被认定为审计中最为重要事项之一 因而被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原因 为什么 是吧 它怎么被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 第二个该事项在审计中我们注册快诗是如何应对的 对一项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中是如何应对的描述的详细程度 也是我们的职业判断 但注册快诗呢可以描述下列要素 我们一般都描述什么呢 就是审计应对措施就对这个关键审计事项我们是如何审的 是不是啊 这个审计应对措施或审计方案中与该事项最为相关 或对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最有针对性的方面 第二对已实施的审计程序的简要概述 第三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 第四对该事项的主要看法 那这是我们描述的这个主要内容 注册快诗可能需要注意什么啊 我们注意用于描述关键审计事项的语言 那我得注意用语 那这个要注意哪几个方面的用语啊 第一不暗示 注册快诗在对报表形成审计意见时 尚未恰当解决该事项 不做这种暗示 实际上我们关键审计事项 应该是已经得到恰当解决的事项 如果没有得到恰当解决 那它就往往会影响到我们的意见了 可能我会出非无保留意见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不能暗示 这个事项在我形成审计意见的时候 还没解决呢 第二将该事项直接联系到 被审单位的具体情况 避免使用什么 一般化或标准化的语言 也就是说让人看这个事 我描述这个关键审计事项的时候 一定是和被审单位的具体情况 密切相关的 换句话说 这个事只适用在这个被审单位 是不是啊 这个描述只适用在这个被审单位 我不能够千篇一律的都是这些 这些套话官话 是不是啊 什么比如就跟那个 我们有时候这个带学生写论文 那这个分析学生找这个 这个一个企业存在的 那个生产经营存在的问题 那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企业领导层不够重视 内部控制不够健全 是不是啊 执行力度不够 执行不到位 是不是啊 那都是官话 千篇一律 把这东西放之四海而截准 那没意义 所以我们要求你描述的关键审计事项 要结合被审单位的实际 第三能够体现出对该事项 在相关财务报表披露中 是如何应对的考虑 第四不对财务报表单一要素 单独发表审计意见 也不暗示是对财务报表单一要素 单独发表意见 所以这是大家呢 注意我们在关键审计事项 这个描述这个关键审计事项的时候 千万注意不要暗示 是不是啊 他没解决呀 是不是啊 然后那个这个 他我们这个单独对他发表意见啊 这些都不要 而且我们的描述的用语 要结合他的具体情况 在这呢 我们在描述关键审计事项的时候 注册快师需要避免不恰当的提供 与被审单位相关的原始信息 不要给他泄密了 是不是啊 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 通常不构成有关被审单位的原始信息 这是由于关键审计事项 是在审计背景下描述的 所以我们不要这个这种敏感的原始信息 是不是啊 那我们避免不恰当的提供这些原始信息 所以那接下来我们看在这呢 教材当中 我们看教材里面 455页 455页 19-2 以及我们456页 19-3 这点怎么来这个描述我们关键审计事项的 这个它的范例 在这呢 我们这个就具体的看一下 455页最后 这个商誉的减值测试 这个呢 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那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相关信息 这个相关信息披露 详见报表附注 叉叉 是不是啊 递多少 那也就说 这个事 在被审单位报表辅助当中 是有披露的 所以接着括号一 事项的描述 事项 那这个事项描述 截至某年12月31日 集团因收购外公司而确认了多少万的商誉 贵公司管理层于每年年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本年度外公司 产生了经营损失 该商誉出现减值迹象 报告期末 集团管理层对外公司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 以评价该商誉是否存在减值 管理层采用现金预测模型来计算商誉的可收回金额 并将其与商誉的账念价值相比较 该模型所使用的折线率 预计现金流 特别是未来收入增长率等关键指标 需要做出重大的管理层判断 通过测试管理层得出商誉没有减值的结论 那这个事项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描述 是不是啊 然后接下来第二就是针对这个商誉减值测试 我们实施的审计程序 那我们针对管理层减值测试所实施的审计程序 包括第一对管理层估值方法予以了评估 第二基于我们对相关行业的了解 我们检查了管理层假设的合理性 如收入增长率折线率等 三检查录入数据与支持证据的一致性 如已批准的预算 以及考虑这些预算的合理性 等等等等等等 是不是啊 那我们做的什么程序 这个呢 这个都给他怎么样了 都列下来啊 实际上呢 我们做的程序以及我们得出的结果 都应该在这里面反映出来 都应该反映出来 所以这个呢 大家呢也要放心 我们不会让 我们去把这个关键审计事项给描述出来 你能做到 哎 这个事符合 应该是符合关键审计事项的这个定义了 它应该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在审计报告当中去沟通 是不是啊 你能够做出这种判断就行了 或者现在呢 注册快师 把某一事项 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在审计报告当中说了 你一看呢 哎 这不对呀 这应该是非无保留意见 这应该出保留意见的呀 你不能够作为关键审计事项来说的呀 你能够做出这种判断就可以了 所以呢 在这呢 我们书上的这个范例 大家就只是作为知识性的拓展 看看知道怎么说就行了 这是我们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在审计报告当中是怎么来描述的 接下来第四个大问题 不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的情形 就不需要在关键审计事项当中说的 除非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逐项描述 关键审计事项 什么情形我们不需要在关键审计报告当中 来描述这个关键审计事项啊 那一个就是法律法规禁止公开披露某事项 这个事不允许披露 法律法规不允许披露 那我们这个就肯定不能作为关键审计事项来说 是不是啊 第二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如果合理预期在审计报告中沟通某事项 造成的负面后果超过了在公众利益方面产生的益处 那我们注册会计确定 不应在审计报告中沟通该事项 如果会带来这个很大的负面的这个后果 那这甚至造成这个一些什么一些混乱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就不要说了 在这儿呢 那我们如果被审单位存在上述情形 注册快师确定不在审计报告中沟通某一关键审计事项 并且不存在其他的关键审计事项 那我们注册快师应该怎么做呀 注册快师可以在审计报告中单设关键审计事项 表述为什么 我们确定不存在需要在什么 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就除了这个就这个比如说禁止公开披露的某一事项 是不是啊 这个事项符合关键审计事项定义 但是法律法规不允许说 那我们就说就在关键审计事项这个部分当中 我们就说我们确定不存在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也没准我们在审计当中确实怎么样啊 就不存在 是不是啊 那能说的就比如说就是一个非无保留意见 是不是啊 那这个非无保留意见 那我应该在意见段当中说呀 而不是在关键审计事项当中说 别的都没有了 那我也会说 我们确定不存在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第五个问题 其他情形下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形式和内容 第一个就是如果根据被审单位和审计业务的具体事项或情况 注册会计师确定不存在需要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可以在审计报告中单设的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表述为我们确定不存在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 有没有啊 有 就是一个持续经营那个事 但是持续经营这个重大不确定事呢 在审计报告当中 持续经营这是单独一部分 除了这个没别的了 那我们就关键审计事项当中 就我们确定不存在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是不是啊 所以在这仅有的需要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是导致我们出非无保留意见的 是不是啊 保留否定的 或者是持续经营的 那我们这种注册会计 可以在审计报告中单设的关键审计事项表述为什么 除形成保留否定意见的基础部分 或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所描述的事项外 我们确定不存在其他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换句话说 在这呢 就是我们除了这个事没别的 那我就这么来说 所以啊 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法律法规不让说的 或者说了以后 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的 我直接就说 那又没有别的 可以需要作为关键审计事项说的 那我直接就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就说怎么样啊 以及就根本就没有关键审计事项 在我们审计当中这企业太简单了 根本就没有构成这种关键审计事项的 那我直接就说 我们确信不存在什么啊 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如果 能够达到关键审计事项标准的 已经在保留意见持续经营 已经在这地方说了 那我说除了这以外 已经没有别的 啊 我们确定不存在其他的 所以实际上 关键核心的部分都是什么 我们确定不存在其他 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在这呢 我们也要注意 导致废物保留意见事项 或可能导致对被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 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时候 就其性质而言是属于达到了关键审计事项了 但是因为有专门的披露 所以不在审计报告当中的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来进行描述 因为人有单独的段落 是不是啊 就不跟你这个 关键审计事项里头可能有好多呢 是不是啊 有好几个一个指标题一个指标题的 第二 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 是已经得到满意解决的 这一定要注意 如果没有得到满意解决的 那我们比如说这个 没有得到满意解决的 那我就会往往再怎么样啊 就可能会出非无保留意见了 是不是啊 所以在这一定要注意啊 已经得到满意解决 既不存在审计范围受限制 也不存在注册会师与被审单位管理层的意见分歧 既没有分歧也没有受到限制 换句话该审的都审了 该拿的证据都拿了 这个到底也就说 该调整的也调了 是吧 他都已经怎么样啊 都已经得到满意解决了 但是这个事确实就是最为重要 那我就在审计报告的关键审计事项里面去说 所以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比如说审计范围受限制了 那我可能就要出保留意见了 或者我说你这错了得改 他不改 虽然是最为重要的 但是他不改不改我可能就出保留意见甚至否定意见了 所以就不在这说了 所以我们在这说的一定是得到满意解决的 注册会师应当按照适用的审计准则的规定 报告这些事项 并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提及形成什么保留否定意见的基础部分 或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 这就是如果这个关键审计事项 那我们除了这个什么 除了这个保留意见 非无保留意见 或持续经营这个以外 没别的了 是吧 那我这不是也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我说除了什么什么这个事以外 我们确定不存在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吗 是不是 那我们第三 如果确定对财务报表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 这也是一个非常注意的 注册会计师不得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除非法律法规要求沟通 就一旦我们对报表决定发表的意见类型 是无法表示意见 那我在审计报告当中就不要再说关键审计事项了 就审计报告当中就不再有关键审计事项这个段落了 这个部分了 为什么呀 我对报表整体我都怎么样啊 我都无法发表意见 换句话说重要的程序没能实施 重要的证据我们都没拿到 那你对关键审计事项 你又能做什么程序呢 因为在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当中 你除了描述这个事 你还得描述你怎么应对 你做了什么程序 你得出来的什么结果 对不对呀 那你这个就没法说了 所以这是大家呢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出这个 一旦我出这个 在审计报告当中 关键审计事项这部分如果有 那我对报表整体发表的意见 就应该是无保留的 或者是保留的甚至否定意见的都有可能 是不是啊 第四 如果注册快试认为有必要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或者其他事项段 在审计报告中应与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分开列事 如果某事项 被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 则不能以强调事项或其他事项来替代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关键审计事项 如果一个事 我们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作为最重要的了 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了 你就不要再把它作为什么强调事项 是不是啊 或者其他事项在审计报告当中说 一个事你只在一个地方说 而且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明显它的重要程度 它强调的程度 是高于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的 所以啊 我们现在后面也会给大家讲强调事项段 我们强调事项段呢 应该说现在含有的内容已经非常少了 很多那这个就是作为最为重要的事项 它就被什么 它作为我们的这个关键审计事项来说了 是不是啊 另外原来最早按照原准则当中 持续经营的这种不确定 原来我们是在强调事项段的 现在我们也怎么样 也单独去说了 原来其他信息当中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在强调事项段当中说 现在也在其他信息当中去说了 这么说吧 很多重要的东西 原来在其他强调事项段当中说的 都已经给单独递了出来 在审计报告当中单独标题来说了 所以我们强调事项段剩下的努力就非常少了 这是大家呢 也就说你不能说就比如说某一个不确定的事 在审计中呢 注册款式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是不是啊 把它作为这个这个关键审计事项最为重要的事项 在关键审计事项当中说 同时呢 又在什么啊 又在强调事项段当中 又提示 那这就不对了 你只能列一点 是不是啊 如果已经符合 关键审计事项的定义条件了 它就不能再作为强调事项段 如果它的重要程度 达不到关键审计事项的程度 但是呢 又真的至关重要 是不是啊 那你可以把它作为强调事项段来说 所以这是我们就这个 其他情形下 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形式和内容 是不是啊 给大家呢 明确的这么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啊 大家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四个方面 那我们这个应该如何来应对 是不是啊 那这点呢 我们考试的时候 经常怎么样啊 可能就把这个什么 比如说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说完了 在强调事项段当中也说 那这个我们就知道不对 或者它本身就达不到怎么样啊 这个本身就这个 应该单独去说的 然后呢 尽管它符合 这个关键审计事项的条件 然后说呢 也在关键审计事项说 这个事 但是我们知道 应该单独说的持续经营的问题啊 废物保留的问题啊 那你就不要在关键审计事项这一块说 这都是我们经常考到的啊 第六 就关键审计事项 与治理层的沟通 那这个呢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 那注册快师就下列方面 与治理层沟通 一个就是注册快师确定的 关键审计事项 是不是啊 再一个 根据被审单位和审计业务的具体情况 注册快师确定 不存在 需要在审计报告中 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 也得和治理层说 在这儿呢 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就关键审计事项与治理层沟通 能够使治理层了解注册快师 就关键审计事项做出决策的基础 以及这些事项将如何在审计报告中 做出相应的描述 因为我们会杠他这么说 也能够使治理层考虑 鉴于这些事项将在审计报告中沟通 做出新的披露 或提高披露质量 是否有用 这么说吧 这个呢 被审 我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在审计报告当中描述的这个事 很可能被审单位在报表辅助中也说了 所以我们会索引到报表辅助 是不是啊 那这个治理层可能就会 因为我要和治理层沟通啊 是不是啊 我是怎么决策的 是不是啊 就关键审计事项 那我会这个 我怎么决定 它是我怎么决策下来 它是关键审计事项 我打算 我会在审计报告当中 怎么去描述它 所以那这时候 治理层可能就会想到 哦 你在审计报告当中这么去说 你说的都比我说的 在报表辅助中说的到位 说的清 说的详细 那报表使用者一看 哎呦 你这 你这 这不是就有意识的 你不说清楚吗 是不是啊 所以他可能就会考虑 把披露怎么样啊 的这个清晰 明晰性 披露的质量 就可能会提高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一个 第二个呢 注册快师 可以在讨论计划的 审计范围和时间 安排的时候 沟通什么 沟通有关 关键审计事项的 一些初步看法 这个我们再给大家 讲以治理层 沟通的时候就说过 也可以在沟通 审计发现时 进一步讨论 这些事项 我们在初期的时候 就讨论了 关键审计事项的问题 是不是啊 我的一些初步 那个我的初步的判断 因为在一开始 我就会判断 哪是高风险领域 对不对啊 往往高风险领域的事 可能最后就会作为什么 作为我们最为重要的 作为关键审计事项了 所以这是我们 大家就可以看到 第七 工作底稿 记录要求 这个呢 也是简单 看看吧 我们应当在工作底稿 记录什么 注册快师确定 在执行审计工作时 重点关注过的事项 是不是啊 以及针对 每一事项 是否将其确定为 关键审计事项 及其理由 第二 注册快师确定 不存在需要在 审计报告中沟通的 关键审计事项的理由 是不是啊 那这个你得说 或者仅需沟通的 关键审计事项 是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 那这时候呢 或者导致持续经营的 这些呢 你也要在工作底稿当中 记录下来 注册快师确定 不在审计报告中沟通 关键审计事项的理由 你也得说 如果确实没有什么 可以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 就我能 如果我勉强 非得挫子里头 拔将军 拿出来一个事项 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往那一个 让人一看 这哪关键呀 是不是啊 那哪最为重要啊 这实在是 太小儿科了 是不是啊 拿我们当什么呢 拿我们这个 当白痴啊 我们看不明白吗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呢 那就没必要了 是不是啊 我们就可以 在工作底稿中 我就可以要记录下来 因为我最后 关键审计事项 我会说 我们确定 不存在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没有 那这时候 我得在工作底稿中记录这个情况的理由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就这个知识点 我们看个客观题吧 因为这个 这一块的内容 我们在简答题里面 涉及到的时候 我们等到给大家讲完 审计报告的核心的部分 给讲简答题的时候 我们再怎么样啊 涉及这一部分的内容 在这儿呢 我们就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有关在审计报告中 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个 哪个说的是不对的 我们看一下 选项A 注册快语师应从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中 选取关键审计事项 没错 我们和治理层沟通的事项 是我们选关键审计事项的起点啊 对吧 所以我们选择最终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的 一定是注册快诗 是与治理层沟通过的 是不是啊 而且是反复沟通过的 接着选项B 关键审计事项 是最为重要的事项 应具有唯一性 是唯一的吗 不一定 并不只是一项 可能是多项 是不是啊 所以他说具有唯一性 这就不对了 我们再看选项C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应是已经得到满意解决的事项 必须的 选项B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如果对财务报表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 通常不得在审计报告中包含关键审计事项 没错 所以那这个ABCD当中说的不对的 就是选项B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关键审计事项 就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这个知识点 的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